股市币圈血流成河 处于腥风血雨中 接下来该轮到房地产了吗 今天我主要和大家 从影响房价的基本面 供需平衡这个角度 来分析今年的房市趋势 我们先看看数据和事实 最后再说说我的结论 为什么房市会呈现自由落体态势 以及房价什么时候会跌 希望你看完今天的影片 也能理解这一点 大家好 我是墨镜姐伊丽莎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唱空房市有段时间了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支持 我知道不少观众支持我的想法 当然也有很多观众反对 其实这都很正常 就像股市一样 有看多的就有看空的 我从去年就在说通胀智障经济衰退 那时候我这种非主流的观点 并不受欢迎 但是如果你相信了 你今年就不会在股市币圈遭遇大劫 我不是说自己有多牛 能预测市场 我把自己定义为理性的悲观主义者 怎么说呢 我从小就喜欢把事情最坏的情形想到 但那不意味着我每天就自怨自爱 只是当我想到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总会事先做一些防范措施 即使最坏的情形真的发生了 也不会失望的想跳楼 所以有人说 悲观主义的人生存能力最强 虽然这种心态对于投资赚大钱多少有点阻碍 但是不管房市也好 股市也好 最后决定输赢的不是经济学理论 而是人性 是贪婪还是知足 是恐慌还是淡定 是理性悲观 还是盲目乐观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认同我的这种想法呢 我们先从美联储的快速加息 对房市造成的影响说起 接下来会带大家挖挖各方面数据 包括建商 新房开工 各地房屋库存等等 大家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和事实 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想法 美联储6月15日宣布一次性加息 0.75个百分点 这是22年来首次最大加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大爷17日更是重申 承诺将无条件全力以赴 恢复物价稳定 也就是继续加息和收紧政策 以解决经济最重要问题 这是美联储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声明 表明了他们对抗通胀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6月公布的美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8.6% 房价同比上涨了7% 创40年来最高 要对抗通胀房价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包大爷也表明了他对房市的看法 他说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reset重置 他说购房者需要重新调整预期 理想情况下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让住房市场 在一个新的地方安顿下来 住房和信贷的可用性处于适当的水平 包大爷这种人的话需要用心体会才行 他说的是重置reset 意味着房市不会是简单的纠正correction 不是微调而是重置 他的意思是在理想情况下 抵押贷款利率还会降下来 房价也会降下来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他的讲话 各大机构的分析师也纷纷表明 房价将下跌的言论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 目前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将会降温 房价可能会出现一些下跌 高盛策略师表示 抵押贷款利率的进一步上涨 只会加大房地产市场的下行风险 这可能对经济的其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房地美的经济学家预测说 已经受到打击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将恶化到2006年的水平 他在推特中说 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自2006年以来最显著收缩的开始阶段 它尚未在许多数据系列中出现 但抵押贷款申请显示夏季还将大幅下降 经季节性调整的峰值 购买应用程序下降了40% Investech Research总裁预测说 今天的房地产泡沫是致命弱点 在房屋建筑商信心和潜在买家流量等指标 持续下降的情况下 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一枚鱼雷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 我还没有看到房价降下来 大家还在抢房子 那么我们就继续看一些具体数据 利率上涨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房价负担能力进一步下降 今年年初的时候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平均在3%左右 现在已经是5% 6月17日的时候 我查看由他的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 已经达到了6.55% 这么高的利率已经逼退了很多潜在买家 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表示 住房负担能力下降了创纪录的29% 这是有纪录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 80%的典型代售房屋的融资成本增加了50%以上 这一增幅甚至超过了40年以来的最高通胀率8.6% 数据表明 许多购房者都在重新考虑他们的住房预算 其中一些无法搬迁到可以找到买得起房子的地方的人 现在将不得不选择租房 这将有助于在房地产市场中创造巨大的产权缓冲 房屋负担能力下降 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 根据上个月公布的数据 4月份贷售房屋销售量连续第6个月下滑至近10年的最低水平 而新房销售量自3月份暴跌了近17% 根据抵押银行家协会的季节性调整指数 上周抵押贷款申请总量比前一年的同一周下降了52.7% 急剧上升的利率正在减少再融资量 而这些利率加上高昂的房价和代售房屋的短缺 正在打击潜在买家的需求 另一项调查反映了悲观的买家情绪 约80%的受访者表示现在不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房屋负担能力减少意味着更少的需求 这就会转化为较低的房价 更高的利率将导致两件事 房价会下跌或者房价继续上升 但不会像在低利率环境中升得那么快 关键是到底哪一个会是最终的答案呢 目前市场上普遍都认为利率升高 房市会放缓 但是到底能跌到什么程度呢 让我们更深入的看一看 根据Redfin的数据 今年4月房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 房价中位数为42万4 中西部新房中位价为28万2 过去一年上涨了8.7% 南部是35万2 上涨了22.7% 东北部是41万2千 上涨了8.1% 西部是52万3 上涨了4.3% 今年4月房屋销售同比比去年下降了12% 价格10万到25万的房子销售数量 已经下降了29% 房价在50万到75万之间的销售 上升了15% 超过100万的房子销售增加了16% 这意味着低于25万的房子库存不足 但是建商并不愿意建这些价位的房子 因为利润不高 在我进一步深入下去前 你可能已经意识到房价是不是会跌 是一个太广泛的问题 正如你看到的 这可能取决于你所在的地区 你所在的城市和什么样类型的房子 房价什么时候会跌下来 当人们对房子的需求得到满足时 房价就会下跌 这不需要高深理论 基本就是个常识 但是我无法给大家提供一个具体时间 没有人能知道 但当房价停止上涨或开始下跌时 你必须要等到供需达到平衡的那个点 那么供需平衡还要多久才能达到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深挖下去 根据Redfin的数据 德州奥斯汀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都会区 降价的新房比一年前翻了两番 从5月9日到6月5日 凤凰城房屋降价三倍 在凤凰城大都会区 22%的上市新房降价 高于去年同期的7% 佛罗里达Temple降了两倍 在Temple这一比例比一年前的9% 跃升至21% Potty Group网站显示 亚利桑那州有146套已完工的房屋 其中大部分都在降价 通常来说 打折是房地产行业会尽量避免的一种策略 就像接到同一侧两个加油站降低价格一样 它可能导致建商的新房 在这个社区乘螺旋式下降 从而威胁他们的利润 它还可能记录 已经以更高价格签订合同的客户 这种不得已的行为 很明显意味着因为购买力下降 需求正在减少 供应会继续上升 不过如果现在说 房市已经彻底转变了 还为时太早 不同地区 甚至不同细分市场的情况各不相同 现在全国还有许多需求 依然超过供应的地方 建筑商并没有降价 而是提供免费升级 支付closing cost和补贴 抵押贷款利率等刺激措施 但房地产数据研究公司 Zonda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市场正在迅速变化 他的公司跟踪了新建筑 从5月底到6月开始 听说开始降价了 他说降价的建筑商 也是过去6到12个月 涨价最多的建筑商 新屋开工和完工的数字 也是房地产市场的风向标之一 人口普查局6月16日的数据显示 美国5月的新屋开工数量 从4月份的180万套下降14.4% 至150万套左右 建筑许可方面尽管预计 它们将于4月份大致持平 约为180万套 但是下降幅度也超过预期 5月份建筑许可低于170万 比4月低7.0% 下降幅度超过预期 主要是因为建商面临的新房销售 突然而迅速的下降 这是它们自2021年初以来 过度建设 造成现在的自由落体 必须放慢建设速度 以防止利润受到重大打击 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 15日发布的新数据显示 房屋建筑商信心 连续6个月下降 跌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原因是通胀飙升 和高抵押贷款利率 迫使买家退出市场 降温的最大迹象 来自房地产市场 首要领先指标 就是房屋库存量 虽然新房开工量 和建筑许可都在下降 让人们担心 未来买房可能会更难 因为上市的新房 可能会变少 好消息是 房屋完工量 攀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 再建的房屋单元数量 创历史新高 包括单元住宅 公寓等等 这意味着更多新房将会出现 这将有助于房价下降 根据reelter.com 6月13日的预测 美国的住房总库存 从2022年3月的95万 增至4月的103万 估计与2021年相比 2022年美国房屋库存 将以两位数字增长 为买家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从这张全美每月库存的趋势表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4月的新房库存 已经接近2010年的水平 在最近的6周中 全国40个最大房地产市场中 有83%的库存水平上升 我大概看了几个华人 较多地区的房屋库存情况 大部分地区房屋库存都在上升中 比如加州5月库存 已经比2月多了2000多套 亚特兰大库存 也比2月增加了一倍多 过去两年 房价大涨地区 Ed和博伊西的新房库存也大增 博士顿地区的房屋库存 也比2月上涨 还有德州奥斯汀地区 房屋库存都在上涨中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查看 自己所在地区的房屋库存状况 新房降价 库存上升 供需虽然还没有达到最终的平衡 但是现在正在接近那个平衡点 这可以从房地产市场的 其他现状可以看到 上面谈到的这些房屋负担能力 建商降价 库存上升 虽然对全国范围的房价 还没有造成致命打击 但是春江水暖压限制 地产行业公司作为鸭子 已经及时之道了 6月14日 房地产公司Compers宣布财源10% Redfin宣布财源8% Compers发言人说 由于经济增长放缓的明显信号 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我们的业务 并降低成本 包括暂停扩张努力 以及将员工团队规模缩减约10%的艰难决定 Redfin的首席执行官说 由于5月份的需求比预期低17% 我们的代理商和支持人员没有足够的工作量 而且销售额减少使我们用于总部项目的资金减少 凯尔曼接着说 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增长速度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 我们可能会面临数年 而不是数月的房屋销售减少 看了这么多房地产行业变化的数据之后 大家有什么想法 觉得房子会很快跌下来吗 市场上也的确存在另外一种声音 认为房市只会放缓 不可能大跌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 你就是专门找那些能支持自己观点的数据 我的确查看了大量数据 但是数据就是数据 也不是我造出来的 我个人认为 虽然目前还是卖方市场 房价还没有跌下来 但是供需达到平衡的时间 最终不可避免的会到来 这可能是在今年年底 也可能在明年年中 因为需求正在下降 供应正在增加 这是我们通过今天的数据所看到的 不断升高的抵押贷款利率 降低了住房可负担能力 更少的人能买得起房子 所以需求自然就会下降 我们正在朝向 供需平衡的时间点靠近 而且很显然 美联储接下来将继续升息 而且如果经济衰退 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人们可能面临失业 也就自然会抑制需求 另一方面 去年今年买在高价位的很多房主 可能会面临负担不起的问题 虽然房屋库存现在依然不足 但很显然更多的房子正在路上 正如我一直强调的 房子是非常低域性的 一个地方价格跌了 不代表其他地方同时跌 对大部分因为嫌房价贵 还没有买房的首次购房者来说 今年最重要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 花时间评估好自己的预算 以便机会来临时 你拥有强大的财务基础 看完再赞 房源滚滚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周六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观看